好,请各位大德合掌,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及开金记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研究妙法莲花经如来受量品 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591页 我们从这个589页的经文重新念 这是589页的第一行 好,这里 589页第一行 自从世来,我常在此说佛世界,说法教化 异于余处,百千万亿,那由他阿生其果,祷力众生 诸善兰子 于是中间,我说然登佛等,又互言其入于涅槃 如是皆以方便分别 诸善兰子 若有众生来自我所 我以佛言,观其信等诸根立顿 谁所应度 处处自说 名字不同,年纪大小 亦护献严,当入涅槃 又以种种方便,说为妙法 能令众生发欢喜心 诸善兰子,如来见诸众生,要于小法,得伯够众者 为世人说,我少出家,得阿妮多罗三秒三不提 然我识成佛以来,久远若失 但以方便教化众生,令入佛道 作如是说 所以等于这边释迦牟尼佛就讲出实情了 说成佛以来很久了 然后为了方便起见 他会用种种的方法 用不同的说法来为众生 甚至说自己过去有什么名字 然后年纪数量,寿命多少 然后也会入涅槃等等的 那这些种种说法都能够让众生发欢喜心 那上一次是解释到这个五九一页这边 诸善男子如来见诸众生,要于小法,得伯够众者 也就是说 面对这样子的众生,要于小法,得伯够众者 那如来用他的佛眼照见这样子的众生 只适合用这种方便法来度 所以因此诸节里面写到呢 如来见者,及佛眼照也 诸众生,要小法者,所见之机也 那这个是总说 所谓的要于小法的众生 就是如来用佛眼看到的众生 但是这个要于小法到底怎么解释 因此下面他就分几个层次来解释 首先呢是人天根气的众生 贪爱二十无有 就是三界六道生死轮回 通通都是有这种生死果报的 人天圣的 也是要小法 首先从这边开始说起 再来的话呢 自求羡灭及二圣基也是要小法 也就是他只想要得今生的这种涅槃 二圣身为圆绝 那这也是要小法 但是比刚刚的人天基又高一点了 第三个呢 要于见次迂回佛道 就是修次第的 走呢 比较远绕路的 成佛之道是绕路的迂回的 那就是三教的菩萨基 就是藏教通教别教的菩萨 那也是算要小法 乃至要禁说者 亦名为要小法 那这个要禁说 就是呢 他前面讲的 愿意相信 释迦牟尼佛才今生成佛 成佛以来 就是八十年 像这种人间佛陀 那也是呢 要小法 那这个是把要小法 众生要小法的 分成这几个层次 那可见呢 他一层比一层 来得稍微高明一点 这样来解释要小法 但是呢 都还是属于要小法 那后面呢 才解释这个德伯构重 他说呢 什么叫做德伯 什么叫构重呢 原了恶善功用为劣 叫做德伯 见尸成沙无名 这三祸浓厚够重 就不容易断除了 见尸祸成沙祸 无名祸 太浓厚了 不容易断除 就好像那个 脏污的东西 卡在那个器具上头 卡着很厚一层 要除掉的话呢 很难除 所以这个叫做厚重 那这个后面 这句话好懂 那什么叫做 原了恶善功用为劣 就是原因佛性 了因佛性 这两种善根 功用呢 不高 不强 所以就为劣 那请看上礼拜的讲义 在这个一一页的最后一行 上礼拜就是二月二十二 那这边法华文具记 他就解释 刚刚莫学解释的 就是根据他这边 他说大师 就是智者大师 这下面呢 通曰教道 从这个教理来说 怎么叫做要小法的 一开始呢 是碧玉 就是对五一六成 这种差的这种五一六成 很喜欢 就是人天嘛 那中至别教 三教菩萨 藏教通教别教的菩萨 通通叫做要小 那德伯构重者 他说这是讲什么呢 就除了那两句说法 就是其人未有实教恶因 那恶因就是 燎因佛性 还有呢 原因佛性 没有真实的这种 原教的 燎因佛性 原因佛性 所以这个实教恶因 就是说 如果是原教的 实教的 原因佛性 燎因佛性 要怎么样去了解呢 这样才叫做 不是德伯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 原教实教的 这个善因 每次都念成善因 燎因原因 这两种善根的话 那就不叫做呢 德后 而是德伯 因此我们要反面来看 什么是原教的 这个燎因 原因佛性 那就查到一个 原中操 用天才中的教理 来解释这个 用 或 业 苦 三道 翻过来 当下如果你能够 直接翻过来 那就是 三德 那么 苦道 是果报 全苦道 即法身 你如果从这个 苦 苦果 当下能够体会到 就是 真如法性 就是法身德 那就代表呢 你认识到自己的 正因佛性 全祸道 即波日 了因佛性 全业道 即泄脱 原因佛性 为什么有个权呢 权体 当下就是 真如的权体 当下就是 般若的权体 当下就是 解脱的权体 就好比呢 我们喜欢用一个 辟语去 去解释 就是说 这个镜子 能够现象 当这个镜子 没有边框 整面就是 那种玻璃镜 那这时候 你怎么样去认识 这个镜子呢 就是因为 这个镜子 能够 全部的现象 所以 全部现出来的像 就是镜子的作用 就在这里 镜子的体 也在这里 全向即镜 全镜即像 也就是说 因为我 特别形容 它没有边框 所以整面都是镜子 整面都 它的反应 反射出来 这些像 所以 全镜即像 没有一个地方 不是可以现象 的地方 因为它没有 没有边边 所以全镜即像 然后全向即镜 镜子在哪里 全部的镜中像 就是镜子所在的地方 所以这边也一样 或业苦三道 全体当下 就是法身德 般若德 谢托德 先这样看 然后呢 这个 全苦即法身 这个还比较好懂 也就是说 全部的果报 苦就是果报 全部的果报 都是缘起信空的 都是真如所现的 这个比较好懂 现在呢 全祸到即不忍 也就是说 祸是什么 见尸成杀无名 我们会起祸 会起烦恼 就是因为我们 遇尽逢源 碰到这些境界的时候 我们的知觉 我们知道是这个 认识是这个 但是我们拿出来的 知见的反应 去对应的 观念是错的 心态是错的 那为什么会是错的 因为无死来的这种 烦恼习气 让我们遇尽逢源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 这样子的知见 观念的反应 但是 现在为什么说 全祸到即不忍 我们之所以遇尽逢源 遇到境界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 这样子相对应的 觉知 感受 反应 推理 那个就是什么 般若的知 知到的知 那种知的作用 判断的能力出来 只是我们常常 判断错了 反应错了 逻辑思维错了 如果你知道 当下能够有所思维判断 那个是我们 无死来本来的 具有的决心 只是我们错认了 那个时候 你知道的话 那就是波勒 你说这个讲的有点玄 举例来说 最直接了当的 我们学过佛了之后 都知道 这个我们的我 是无我 不是时有的 那我在哪里 五蕴 色受想行 是五蕴 所以五蕴集合 因缘具足 目前有这样的一个身 有这样的心 但是我们就在这样的 五蕴和合的身心当下 我们就认定了 里面有一个我 而且是我 从出生到长大 到壮年到老年 都是这个我 好像我从来没有变过一样 根深蒂固的都是那个我 我们很自然的就有这样子的直觉 感受 这就是我啊 我就是这样啊 这是我的个性啊 那这个 那种我的认知 其实就是错误的 但是我的作用 从出生到小 到长大 到老 目前为止 那个作用都一直呈现 透过六根 对着六成 起六四 一直都存在这样的功能 只要我们 没有变成老年世代之类的 所以 为什么说 全祸 及般人 这里面就有 了因的佛性 只要你把它认清楚 认识清楚 觉察清楚 觉察正确 那造业 因为造的业就会 一定会有果报 会有业力 有业力就会 往下 延伸 乃至呢 因为有过去的业力 就会招感 现在的果报 所以 那个业力本身 它也是一种 无形的因果法则 但反过来说 如果你了解 业力是必然存在的 你曾经做过 什么样子的业 它就会有一定 什么样子的 力量 招感果报 以此类推 染业 招感染的果报 恶业招感 恶的果报 善业招感 善的果报 敬业招感 功德 圆满 智慧 庄严的果报 解脱的果报 也就是说 如果是 无漏业招感 那就是 生死解脱 清凉之灾 所以 这个是从 这个三道 全体当下 就是三德 你能够这样认识 那你就从 阴上面 就有了 了阴佛性 然后 业上面 就有了 这一种 原阴佛性 所以 释教于 《会补福福王记》里面 它就写到 原教权 因缘集中到 权释的是 不失意 佛性涅槃之理 菩萨 并此教门 理 是非浅非生 理 没有浅身 但是你了解了这一种 中道 不失意 佛性 涅槃之理 你下去修正 你就会有浅身之位 也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引用这一段 就是 德博 或者是德后 就差别在这里 你不了 原因佛性 了因佛性 这两种佛性的原教中到 德博 如果你了 了的话 明白 有了十教二因 那你的修正就会深 不过他用的是 用的是因缘集中到 所以这句话 必须要再多加解释 原来就是从十二因缘 等于 大波涅槃经 他在讲中到 有一个角度是从 十二因缘 从十二因缘 去让你了解佛性 那为什么要引用这一段呢 因为十二因缘 刚好如果生死流转的话 刚好就是 祸 夜 苦 三道 那祸是什么 无名 爱取 过去的无名 现在的爱取 这三个是烦恼道 烦恼即菩提 菩提通达 就没有烦恼 烦恼没有 就就近情境 了因佛性也 所以为什么要先解释 那一个烦恼即菩提 就是了因佛性 原因就在这里 也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另外再解释了 只是把它套到 无名爱取 当下如果你能够了解 那就是了因佛性 那十二因缘里面过去的行 现在是的有 爱取有的有 是印 那一样 全业绩解脱 解脱自在就是原因佛性 那剩下的七支 无名言行 行员是 是 从是开始 是名色六路 处受爱取有 然后呢 生老死 所以他把四省掉 从名色 然后再到老死 这样用这两个做代表 等于就是果报 这就是现在是的果报 名色六路 处受 然后这个后面的生老死 这个是果报 苦及法生 法生无苦无乐 名大乐 不生不死 是常 正因佛性也 那为什么要解释这个 就是常乐我尽 他用大乐 用常住 去解释 法生的正因佛性 所以整个十二因缘 无名与爱 四二中间集中道 这个四二中间 应该是说 无名是过去的 爱取是现在的 那么这四二中间 就是他这边写的 一个过去 一个现在 然后在这个中道 在这中间 这句话实在很难解 因为他只是为了要说明说 过去现在 若边若中 等于有过去 有现在 还是属于两边 那无名到爱中间 那就是中 大概只是这样 因为这句话实在很难懂 但是就是用时间 一个过去 一个现在 这是两边 然后无名跟爱中间 这是中 不管是中或是边 无非佛性 无非是常乐我尽 也就是说过去的祸 爱取是现在的祸 然后这中间 就是四名色六路 处受 这五个在中间 那么这个 他是属于法身德 他是苦嘛 法身德 所以现在呢 无名不生 也不灭 叫做不失意的 不生不灭因缘 用这样的十二缘起 配合三道 去解释 你怎么样去了解 原教的 了因佛性 原因佛性 正因佛性 也就是为什么要用这个 我们如果不了解 十二因缘的三道 就是生死轮回 不断的生死轮回 因为有过去的无名洗淫 所以有现在式的 四名色六路处受 因为有处有受之后 就开始有爱取有 现在式又造了因 造了业 有了有业之后 就有未来式的生老死 然后呢 生老死其实就是 这一世的四名色六路处受 又重新投胎出生 然后又有名色六路处受 然后又开始 又有爱取有 又有造业 又有未来式 就这样不断的轮回 导公来说 如果你在这样的 获叶苦获叶苦 三四两重因果里面 能够体会到 都是原因佛性 了因佛性 正因佛性 都是佛性 那你就能够跳出来了 所以后面这边讲 菩萨正理有浅身 理觉修正 但是呢 正得那个理的智慧 还是有阶差 就是有阶级 有赤地了 大家菩萨 有高有升 有低有浅 等等的这样子 所以用这个来说明 什么叫做 十教二因 了因佛性 原因佛性 从十二因元 然后呢 当下就是三因佛性 要用原教的道理 去了解 那后面这一段 引用子伯尊者 这一段 也就是配合 这个三因佛性 但是他改用三种般若 用三种般若去讲 而且用到我们 日常学佛当中 对于这一段的话呢 我觉得对我们学佛的人 很受用 你看子伯是谁呢 子伯尊者是明末 是大师之意 他跟廉耻 憨三 子伯 偶义 明朝末年 然后偶义大师呢 是跨约到清朝 廉耻 偶义 憨三 子伯 我比较习惯这样背 但是照说应该是偶义大师 要摆在最后 那因为 我之所以这样背呢 因为廉耻 偶义呢 是净土中的第八代祖师 第九代祖师 那憨三 子伯呢 都是禅宗的 那这是明末师大师 那现在子伯大师呢 给我们开示 凡佛弟子 不通文字般若 即不得观照般若 也就是说文字教理 你没懂 没有这种文字教理的般若 你就不知道怎么修观照的般若 你不通观照般若 必不能气会实相般若 你不会修观照 你一定不能 不可能正得实相 所以三种般若的次第是这样 不通文字般若就不会观照 不会观照就不会正实相 而这三种般若 实相般若就是正音佛现 观照般若就是了音佛现 文字般若就是原音佛现 为什么 因缘嘛 通过语言文字的因缘的了解 你才能够知道如何正确的修行 修观照 你会正确的修行 修观照 你才有可能真正的正得实相 所以你看他是唐宗的大师 他就很感慨 经天下学佛者 必欲排去文字 想要一抄植入如来地 智者高于无孔 画饼不能充饥 那个志向是很高 但是恐怕呢 说说而已 画个饼 那个饼画得好像很好吃 真的能吃得饱吗 不行 所以这是警告 想要说不用文字 我直接修禅 直接修观照 没有那么厉害 人家他是禅宗的大者 都有这种感受 然后再来从正面来说 文字是佛语 观照是佛心 由佛语而通达佛心 这才是从凡而至圣 必然要走的一条路 由佛语而达佛心 这是从凡而至圣 者也由佛心而达佛语 则圣人出无量意定 就是佛为了要说法 是从佛心 然后开展出来 就像那个法华经 佛先入无量意三昧 然后放霉间白豪相光 然后从这边开始 开始讲法华经 而为文字之海 使一些众生得沾海点 沾一点海水 沾一点佛法 都能够入流望所 修耳根源通 但是讲到观音菩萨 你要了解文字之后 了解教理之后 你才会修耳根源通 你会修耳根源通 你才能够入流望所 然后到空觉极源 生灭寂灭 极灭现前 才能够解六节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靠的文字教理的了解 你才会修耳根源通 你会修耳根源通 才有可能正到 那个生灭寂灭 极灭现前的源通境界 所以子博上是说 如果你真的了解这样的话 你就发现 极以原文字如春之花 就在原文字 就好像春天的花 春天开的花 有的人想要弃花 要找春天 春天来了才会开花 百花齐放代表春天来了 你要把花拿掉 要去找春天 哪里去找 没有迹象可找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你弃掉原文字 想要去振得实相 非于极狂 不是于此就是狂妄 所以有志于入流望所者 真的有心要学耳根源通 要学如何修观照般若的 当生思我世家文 好好的了解那些文字教理 以文色教所以然之意 也就是说 为什么要用语言文字来 施色这些教法 所以这就是墨学一直强调 你真的要好好的了解 佛教的教理 你才会知道如何修行 而你要了解佛教的教理 这些佛学名词 一定要正确的了解 那佛学名词要正确的了解 基本功夫就是要查 佛学字典 佛学词典 有的人一开始就懒得去查 佛学词典 都自以为是的 去看那些佛学文字 佛学名词 然后书看多了就以为 我所懂的就是这个意思 结果从头到尾 通通没有正确认识 那些佛学专有名词 只是以他自己所想象的 然后他自己就把那些 经论里面讲到这些名词 的东西串起来 他自串成一套 这也很麻烦 所以你看 子伯纳师禅宗的修行大德 真正有正量的 他有这样的感慨 所以他说如果你真的了解 了解 释迦摩尼佛所施设的这些 文字教法 吉语言 文字语言 可以 离文字语言 可以 吉跟离都可以 因为你已经自在了 你已经通达了 如其未明 如果没有真的明白 吉文字跟离文字 皆不可也 不要说是吉跟离不可 非吉非离 亦不可也 也就是你不是真的了解 非吉非离的中道 所以为什么要引用这一段 就是从那个 实教二因 没有 没有了因佛性 没有这个原因佛性 善跟博 得博 就衍生到这里来 要透过原文字 文字般若 然后你才会知道 如何修观照般若 会修观照般若 才能够证得实相般若 这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证得 自己的了因佛性 跟正因佛性 跟远因佛性 因为你要去了解 这些原教的教理 势必是要如此的 好 这个是多一点解释 请看回课本591页 倒数第四行 那底下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佛陀非生现生 也就是说他是不生不灭的 可是他为什么现在 事现出来 他有生有死 有老有死 为了要教众生 要教化众生 所以非生现生 背诗 背就是完背 诗就是诗色 顿见恶化 七方便等 顿见恶化 怕各位一下子看不懂 请看今天的讲义 原来就是 话仪式教里面的顿教建教 所以这个叫做顿见恶化 那个化就是化仪 化仪式教里面的两教 所以课本这边才会说 佛陀 背诗顿见恶化 乃至七方便等 七种教学 七方便 就是四种菩萨 还有这些 人天小圣 恶圣等等 他说这部分可以叫做要小法者 因为你前面在解释 那个要小法者 分了很多层次 从人天 然后到三教菩萨 都是 所以这边说 你这样说 可以同意 可是现在 元顿户基 是因 要大法者 他是元教 顿教的 根器的众生 照说 他就是属于 要大法者 为什么你通通 把他叫作为 要小法者 这个问题 好像呢 没有看得很清楚 所以请看上礼拜的讲义 最后第二页的 最后这个 问答 法华文具记呢 他其实呢 把这个文具里面的问题呢 把它写清楚 他说 问这话的人 如果你讲的 前四位就是呢 这个方等 阿含 方等 般若 法华 但要尽成为要小者 OK 但是如果是 华言里面的顿部 华言里面有顿有剑 因为华言是 元间别 如果华言里面的 别教根性 你说他是叫做要小者 因为他别教 要小者 可是如果华言里面的顿部呢 还有诸位中 就是阿含 方等 般若 里面也有这种 原教根性的终生 乃至呢 还在修阴的 为什么也叫做要小法者 现在问的是这个 他为什么会整理出来这个 因为 回答里面的四个意思 三在阴门 第四在果门 所以 等于呢 他整理出来是 他把它回答 反过来看 问题的人 我们才会看得懂 所以我们变成了 还要再回去看 他的回答 怎么说 好 看回591 倒数第三行 什么叫做要小法者 他再把我们整理一下 第一 往日虽发大心 不能专精 多着必欲 不得出事 故名必欲 以为小法 就是像我们这种 人天圣 凡夫 过去曾经发过大菩提心 但是功夫不够 不能专精 真的去实践自己的菩提心愿 反而呢 多着必欲 必就是不好的 欲就是五欲六成 所以都着在这五欲六成里面 不得出事解脱 所以第一个 讲那个必欲 是小法 人 着在人天 这五欲六成 是要小法者 第二 约现在 刚刚是约往日 过去曾经发过大心 但是这一生不行 这一生就变成是人天 那约现在 佛在世的时候 佛未出事 诸天人等 虽有大击 佛还没有成佛 视线成佛的时候 这些人虽然有过去大胜根气 但是呢 还没碰到佛 心染事乐 甚至还着邪见 都叫做要小法者 这两类 这两类 跟下面辟域里面的婉转于地 意思是一样 竹然讲到这里 六百零四页 你翻到课本六百零四页 你看第一行 这个 诸子于后 引他毒药 药发梦乱 婉转于地 你看他注解第二行这边 这个辟域呢 就跟上文机关相应 上文就是我们现在在解释的 见诸众生药于小法 得伯够众也 所以等于 这些大一王的小孩 这个不愿意服药 生病了不愿意服药 然后呢 这个大一王 这射一个方便 他就先离开 但是已经留下那个药在那边 然后呢 说如果你们真的有问题了 你们自己吃药 结果呢 这些小孩子呢 不但没吃药 还吃别人的毒药 所以药发梦乱 婉转于地 就像我们 曾经 曾经发过菩提心 跟个佛学过大圣 后来呢 这个没有继续抚养 没有继续修行 落入到现在 变成是 这是人天果报 这样子 他说这两类 就像这样子 好 那么再回去 五百九十一页 这是两类 不但是人天 甚至还变成 邪见的外道 那么第三 约修行 所以你看到 前面两个是 约过去往日 或是约现在 但是主要都是 讲的是人天 这个是要小法的 好 再来 有修行的 所以不要三界 爱见小法 三界 轮回六道的 这种 有爱 有见 就是有见失祸的小法 而要三圣 灰断 灰断就是 灰身敏制 然后呢 断烦恼入无于涅槃 所以这个 三圣 藏教通教 都有声闻 圆觉菩萨三圣 他们都想要 断烦恼入涅槃 所以 这个是 藏教通教 喜欢藏教通教 也叫做 要小法 再来 虽不要三圣 禁果 而要立别 修行一圣 这是别教 禁果就是 这一生修行 就能够入涅槃 他们不喜欢这样子 自愿比较高远 喜欢修菩萨道 可是修的 菩萨道 是立别 是立别修行 一圣 不能一心 圆顿 普修 这也叫做 要小法 那这个 注解 今天就有注解 请看今天的注解 立别修行 就是 修 空甲 中 三观 这样子 次地修行的 那就是 别教 所以这边就多介绍一点 天台有讲的三观 但是三种三观 第一个叫做 别相三观 就是 立别观于三地 所以一开始修空观 从甲入空观 他只观真地 没有办法观输地 更不要说观中道 不可能 然后第二个 从空入甲观 已经修空观成功了 继续修甲观 这时候 但得观输 还是没有办法观中道 只能观空甲 真地 输地 还没有办法观中道 若入中道正观 方得双照恶地 四名别相三观 也就是说 以空甲恶观为方便 他才会修中观 这样叫做 别相三观 也就是空甲中三观 一定照这样的顺序上来的 有这样的次第上来 就是这样 这样叫做 别相三观 再来通相三观 就是在任何一观里面 都可以远解三地 就像一开始 从甲入空观 不但知道 属甲是空 真地 中道 亦通通都是空 一空 一切空 属甲是空 真地也是空 中道也是空 如果他在修甲观 从空入甲观 不但知道 属甲是假 真地 中道 也通通都是假 若入中 若入中道正观 不但知道 中道是中 属甲 真空 也通通都是中 所以但以一观当明 解心皆通 所以叫做通相三观 你说跟下面的一心三观 有什么不同 不要忘记 通相三观 他在解释的时候 还是用的是 从假入空观 从空入甲观 然后入中道正观 而不是就在一心里面 同时修三观 只是修任何一观 他都可以看 观到三地 这样叫做通相三观 如果第三个一心三观 是在一心里面 于一念心 而能圆观三地 圆修三观 所以又比第二个 高明一点 等于是把天台的这个 讲得细致一点 一般来说 都不会 在一心三观 跟别相三观 中间多加一个通相三观 直接就跳到了 一心三观 但是这样子的 中间这个过程 可能就是我们一般人 会经历过的 一般凡夫要修一心三观 你可能要经过第二个 这个通相三观 你才有可能 当下在一念心 圆观三地 而且就观这一念心 这一念心是什么 第六意识忘心 第六意识 虚忘四心 更高明 所以观这一念四心 从何处来 去至何所 没有啊 他莫名其妙就来了 然后去也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来无所从 去无所至 毕竟无有 尽若虚空 明空观 就观我们这一念心 你说 观这一念心 怎么观呢 末学常常用一个例子 你就在念阿弥陀佛 你在念阿弥陀佛 请问你没有念阿弥陀佛之前 你这一念阿弥陀佛的念 在哪里 你马上呢 说 没有 不知道在哪里 你如果学佛学久一点 说从阿拉耶士来的 你马上给一个佛学名词 那我马上问你 那请问 你怎么知道 是从阿拉耶士来的 你知道你自己的阿拉耶士 在哪里吗 存在哪里吗 你马上说 存在我的心 请问你的心 跟阿拉耶士是有不一样吗 是心之外 另有一个阿拉耶士 还是阿拉耶士就是心 如果你不知道阿拉耶士 你怎么知道 你的心在哪呢 所以这些都是 学佛学久了 名词学多了 人家问你佛学问题 马上就搬出佛学名词 来回答 但是修官的时候不是这样 修官的时候是访问自己 真的知道答案吗 这叫做禅宗里面的禅秦 你要去起那个移秦 起那个移秦 不是一直怀疑一直怀疑 是你要把自己的答案 它的不对的地方 它有缺陷 它有漏洞的地方 自己找出来 把自己再问倒 好像很容易就给自己一个答案 念佛 那一句佛 就往了心出来的 心在哪里 凭什么刚刚都没有佛 现在就可以佛号出来 为什么 缘起啊 你又把佛学名词搬出来 好啊 缘起 这起码是标准答案 用阿赖也是 也标准答案 用心也是阿赖也是标准答案 那你必须要继续问 那缘起 因此 他是不是要各种条件 具足而有佛号 有佛的念头 那既然是有条件的具足 就好像嫩原经里面问的 把这个条件分开成两个三个 然后各自问 那这个佛号是外来的 还是你自己伸出来的 还是这个什么东西合起来才有的 你把它拆开成两三个因素 然后各自问 是从A来 从B来 从C来 如果都不是 也不是单独从A来 也不是单独从B 也不是单独从C来 那为什么三个合在一起 它就可以呈现有这种效果 类似像这样 就如同那个镜中像 请问 镜中像怎么来的 一定要有镜子 会话 一定 没错 没有镜子就没有所谓的镜中像 还有镜子前面要有东西 对 再来 要不要光线 要有光 对 一句一句把自己问出来 那请问 镜中像是光线造成的 还是单独镜子造成的 还是镜子前面的物体造成的 你说 没有 三个 三个通通有 既然都要有三个东西 所以既不是镜子来的 也不是物来的 也不是光线来的 三个都不是能够产生镜中像 为什么三个不能产生镜中像的 合在一起 可以生出镜中像 三个零加起来会一吗 三个零数学来说 三个零加起来就是零 但是竟然现在 各种条件 这样子恰当的组合出来 就刚好可以现象 各种念佛的条件 具足起来 你说什么叫各种念佛 如果你以前没有学过念佛 你现在会起这个念佛的念头吗 如果你的心智不够正常 你会起这个念佛吗 甚至如果你用的是念出声音出来的念佛 如果你的舌根 各方面的这种 发音的那种设备 声带不健全 你发得出来这句佛号吗 所以必须要各种条件具足 才能够有这个佛号 才有这个佛的念头出来 可是既然是各种条件具足 那它就不是原来 从那个很简单的答案 从心而来的 从阿拉耶士来的 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答案就告诉你说 从哪里来 没有从哪里来 你回答说从哪里来都错 只能够用专有名词说 从缘起而来 既然从缘起而来 它就是空性 必尽无有空性 尽如虚空 那你能够察觉到这个道理 叫做能观之观 那也是空 能观的也是空 所观的也是空 所以它是下面讲的 能观的观字 所观的近 一个是能观的字 一个是所观的近 然后能所分明 利力分明 有能有所 等于因缘和合 刚刚好 你才能够知道 你才能够知道 自己在念佛 是明假观 虽利力分明 而信常自空 能观也是空 所观的近也是空 以空应空 能跟所 都是空 但是呢 竟然能所相应 就能够呈现出来 念佛的现象 所以 有念佛的现象 是空性 但不是空无 空不定空 说它是假 因为它是缘起 当然是假 但是假 还是有缘起的幻象 假不定假 所以空不自空 假不定假 这叫做中观 所以你从空观来看 从空性来看 都是空 从假的缘起来看 都是缘起 缘起即空性 空性即缘起 即一而三 即三而一 当下念佛 每一句佛号 都做这样的观察 念念佛号 都在修 一心三观 所以 这个 就是 从这个 立别修行 讲到三观 但是呢 现在呢 五百九十二页这边 它说呢 它是修别教的 它修的是 别相三观 它修的是别相三观 你看到 虽不要三圣进果 而要立别修行一圣 它不能一心圆顿普修 所以也叫做要小 这个OK 起码这个都是呢 人天 然后藏通别三教 所以它说此三意 都是还在修阴 从修阴上头呢 还不是修原教 所以呢 是要小法 第四呢 约果门 讲到成佛这件事情 要闻进城之小 这个时候呢 讲小法 就是 只设定了 应生佛 释迦牟尼佛 成佛就是这八十年 进城的这种小法 出世事工 使得菩提 不要欲文 长远 大九之道 就是如来受量品这边 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 他已经早就成佛了 这样叫做 也叫做要小法 原来这个世事义是这样 所以这时候你再看回 这个上礼拜的讲义 最后这个问答 所以法华文具记呢 他说问的人 若前四位还没讲到法华 要进成为要小子 OK 但是如果法语里面修原教的 还有其他 其他这个世事里面 也修原教的 那么还有修 一门是别教的这边 是菩萨 为什么也叫做要小法 所以回答里面的四个呢 三在一门 都是在仁天啊 然后呢 在这个藏通别三教 第四在果门 果门就是对 成佛这件事情 也叫做要小法 所以要小之名 尚通必欲 到仁天去 所以这个要小 一直通到那个仁天 更不要说是小圣 而经果门别在要进 特别讲的就是那种 要进成 不要长远的 故前三人中 前之二人 自退大后 拙爱拙见 此人上不要与小圣 旷圆圣也 那个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是仁天圣 第三个是 着三方便教 上不堪文元 旷户文元 所以真正呢 这边要对的就是这里 所对别故 故对果门 以要进为要小 所以真正要讲的就是呢 你对于成佛这件事情 在果门这边 成佛这件事情 你只认定 释迦牟尼佛是应生佛的这种 这样叫做要小 故知果门缘人 咸味有有要进成者 还不知道圣位 都还认定了佛陀 认次的佛陀就是只有应生佛 若果门之后 一切开矣 初心意闻 况咸味也 末代未曾发心 意闻 况发心也 也就是说 如果你了解法华经 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法华经的用意 通通已经开尽悬眼了 开机显本了 初发心的 就像我们现在 终于了解了 我们也听到这件事情了 更何况是 比我们更高的 咸味的菩萨 他当然也就没问题了 甚至法华经一直流传 流传到后面去 大家都了解这个道理 就算没有发心的 也了解这个道理 更何况是发心的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很重要 就在这里 就是你才了解说 原来释迦牟尼佛 他视线在人间 这样八十年成佛 全部都是应生佛的那种视线 实际上他的报身 早就成佛以来 很久远很久远 所以他所度化的众生 从地勇出菩萨 那些 为什么都是说 他是他教化的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他是从报身佛的角度去说 所以这时候 你看到五百九十二页 的第三行 不要欲文长远 大九之道 这叫做要小法者 这就是经文强调的 要于小法的 吃得小心 这种要小法的那种心量 这样叫做小心 不是叫你小心注意 那个小心 他说这样子的习气 学习的习气 不是今生 非死今日 数世以来都是这种习气 都认定是这样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若先要大 不是要小法的 就是早就认识佛有三生 佛即不说死成 对这样的众生 他就不会对这样的众生 说我才成佛 去前夜城不久 我坐在菩提树下 成佛八十年 所以说死成者 皆为要小者 所以当你面对 喜欢听那种 南传佛教 原始佛教的人 的这些众生 你不要嫌弃厌恶他们 看不起他们 因为他们的习性 学佛的习性是如此 他喜欢听这样子的叫法 一听到我们这种真实的叫法 法经常的叫法 他们会觉得 那个都太玄了啦 太玄了 太玄了 我听不了 还是讲人间的佛陀 比较实在 我们跟着佛陀学习 才有得学 你们讲那么玄 我们到哪里去学呢 我醒不来啦 听就听了不 收就想不 是要怎么收啦 这种感受 这个还算好的 他还没有批评 你说会批评什么 那个不是真的佛教经典啦 大圣非佛说啦 那个是后来的人编的啦 那就更严重了 好 所以接下来 五九二的第六行 经文 佛呢就说 为这样的人 为什么要呢 要小法的 得博构重的 为世人 那个世人 就是前面那两句 要小法 得博构重的 怎么说呢 就是我才出家 然后才成佛 而实际上呢 是因为他们根气就这样子 然而 我是成佛以来 久远若失 但你方便教化众生 另入佛道 才做这样的说法 这就是所谓的人 人间佛陀 才为他们这样说 那此名 现在为众生故 非生献生 而生时非生 就不生不灭 为了方便教化众生 接引众生 不生而现生 但是实际上是 不生 非生 前面顿见两机 来赶法身 这个就是呢 589页那个 导数第二行 589页的导数第二行 这里 诸圣男子 若有众生来自佛所 我以佛眼观其信等诸根立顿 就是这个 有众生来自佛所 你看他的注解 来自我所者 即使过去众生 顿见两机 名寇法身 所以有根气才能碰到佛 有善根才能碰到佛 回到592 所以前面顿见两机来赶法身 荆棘献 圣列两印 圣印生 列印生 列印生就印见机 圣印生就印顿机 但是这两种印生 都可以有两种四身之相 哪两种生 生生跟法身 所以下面就分开讲 列印生的两身身相 就是讲 释迦牟尼佛四线入母胎出身 所以你看 正会脱胎 幼邪出身 急行七步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自言天上天下 为武独尊 这个就是生生身相 列印生的身身 身相 然后做吉香草 然后三十四心 断节习近 正得五分法身 就是法身的身相 这就是列印生的 身身跟法身 两种身相 一个是才出身 在人间 前面这个 天上天下 为我独尊 那个才出身 那法身出身 就是成佛 成佛法身出身 那是在 这个 这个 木菩提树下 做吉香草 断烦恼 然后正得五分法身 这就是列印生的法身 法身佛出现了 那圣印二生的身相 趁张坦公 与诸菩萨 储摩爷胎 常说大圣 做大佛事 从右斜出 十方周行 各个七步 你注意看这个 这个圣印生 从母胎出来之后 右斜出 十方周行 各个七步 像前面那个 只有讲一个 从右斜出身 走七步 只有一个小baby 出来之后 走七步 但是如果是圣印生 从右斜出 马上呢 同时走十方 东西南北 然后平面的八方 上下两方 各个走七步 然后呢 不时只有讲 天上天下 为五独尊 而是做狮子吼 展开说法 这个是圣印生的身相 才出生在人 出生在世间 然后呢 法生呢 在极灭道场 做菩提做 不再是吉祥做的 而是菩提做 金刚后心 就是金刚欲心 断最后的无名 断掉 然后妙觉朗然 穷造法性 总治圆明 一切总治 通通圆满 万得普辈 这个就是 印生佛的法生 出生了 印生佛出生了 那么出家 以此类推 圣印生出分段生死家 列印生 列印生出分段生死家 圣印生出二死家 不但只有分段生死 变异生死也出去了 所以这是讲出家 那得菩提 列印生得生灭四地所发的 无漏制 无漏的禁制 无生制 应该这么说 等于无漏制分成两个 禁制跟无生制 这是印生佛 用的是生灭四地 透过生灭四地 然后证得那个无漏制 禁制跟无生制 这叫做成佛 那如果是圣印生 照三地一时之道 不再是生灭四地 而是真俗中三地 一时相的中道第一地 究竟一切种子为菩提 所以就把它整段念完 然后这时候有需要看注解 再来看 那么这个上礼拜的注解 全部用完了 那请看今天的注解 这里面呢 先讲到列印生的身相 做那个木菩提树像 菩提树木 树木的菩提树 然后呢 那个座位呢 是吉祥草 常看常看 今天突然想到 那吉祥草是什么 原来就是香茅 看你的注解 看你的参考资料 翻成很多 什么草学名是什么什么的 结果呢 就是上茅草 茅草 香茅草 吉祥茅 牲牲草 原来就是香茅 怪不得印度很喜欢这种香茅的东西 那个味道真的很重 可以驱从的 生于湿地或栽培水田中 一年生多年生的草本 六十几公分 等等这些 分布在印度 缅甸 叙利亚 非洲等地 那么为什么叫吉祥草 这个比较有意思 或为四尊在菩提树下 沉道时 扶持草而作 所以凡是四尊做的 就叫吉祥 他做这个草 所以这草就叫吉祥 吉祥草 另外一个讲法 这个草是吉祥童子 为四尊所准备的 所铺的 所以就把这个草 就叫做吉祥草 因为它是吉祥童子铺的 另外不尽然是吉祥童子 童子一定是天人 或是菩萨 可能他只是一个人 叫做吉祥的人 也不是什么吉祥童子 他的名字就叫吉祥 刚好看到 释迦牟尼佛需要打坐 他身上刚好背有这个草 就把这个草 献给释迦牟尼佛去打坐 但是自从吉祥草 佛在上面成佛以后 印度从来就把它当成是神圣的象征 每一次各种仪式 就把它用吉祥草 编成草席 上面放种种的贡物 甚至就打坐用的 用来打坐 其实有它的道理 刚刚说的香茅味道重 可以驱虫 不会有那些细菌啊 虫类的东西 好 这是吉祥草 然后再来是三十四心断结习境 等于呢 就是断烦恼而成佛 结就是烦恼 不但是烦恼断掉 习气也断掉 所以呢 这个讲义写得很清楚 三十四种刹那之心 断尽烦恼而成就佛道 这个是三藏教的菩萨 他呢 福祸润身 为什么要叫做福祸润身呢 其实不应该用这个 应该要用呢 降伏的福 应该用降伏的福 人字边 一个犬字 那个福 那么为什么这个呢 因为他有能力断烦恼 他故意不断烦恼 那为什么故意不断烦恼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在他们的知见里面 断烦恼了 你就要入涅槃 就没有办法在三界六道里面 跟众生在一起 你没有办法去行菩萨道 所以为了能够跟众生在一起 来度众生 行菩萨道 所以呢 就故意让自己的烦恼 不要断尽 这时候才可以 力竭修六度 犯恨 饶益友情 到最后 这些可以度的众生 因缘都成熟了 才用成佛的身份 用佛的身份 视线佛身 来度这些众生 直接帮助他们 正阿罗汉 所以 这个 这样子的菩萨 就是 胡获润身 就是 用智慧 用定慧 把自己的烦恼 压住 不让它起作用 让自己可以在六道里面 有生死轮回 跟众生在一起 来度众生 到最后一生 在菩提树下 因念相应 汇发真无漏 致实 用八忍八字 见到十六心 九外九泄脱 真无漏 汇十八心 十六加十八 三十四心 八忍八字 见到十六心 如果不是成佛 那个是什么 出国虚托环 八忍八字 所以叫做 见到位 那九外九泄脱 就是三界九地 总共三界有九地 欲界一地 色界四地 无色界四地 加起来九地 每一地呢 都有这一个 要修行的东西 都有私货 要断 那不管如何 每一地 已经成功的超越了之后 都会有所谓的 无坚道 卸脱道 所以 无碍就是无坚道 解脱就是解脱道 所以三界九地 每一地要成功的 跳出去之前 都有这种无坚道 卸脱道 那你要跳出去 要有无漏的会 所以 这一个无坚道 解脱道 就是呢 用定用会 把烦恼断除 所以正一 九加九 十八 十六加十八 三十四 那成佛 这件事情 就是 不是次第的 就在菩提树下 释迦摩尼佛表现 就在菩提树下 一下子就经过了 这个见到十六星 跟无漏会十八星 全部把见思烦恼 跟习气全部断干净 而成佛 这样子 所以这样叫做三十四星 断结习净 断结成道 所以这个就是三丈教 成佛所表现的 所以这时候呢 正得五分法身 这样叫做呢 列印身的法身 佛出现了 佛出现了 这样叫做法身身相 那圣印身 就是 比较特别 成沾潭公 与诸菩萨 处摩尔胎 这个是 用菩萨的身份 去住在 那个摩尔夫人的 肚子里面 我本来很好奇 这个要怎么去找资料 刚好找着找着 就看到大致论这段话 在大致论五十卷 处胎成就 有人言 菩萨成百相 与无量多帅诸天 围绕 恭敬供养 侍从 入母胎 还真的是呢 所以摩尔夫人 度量真大 这个 释迦菩萨 在多帅内院 就像现在弥勒菩萨这样 还有很多菩萨 还有很多天人 跟着他一起 就住到 摩尔夫人里面的胎中里面去 所以这边写 趁瞻谈空 与诸菩萨 处摩尔胎 所以大致论说 有人这样说 是菩萨住到 那个母胎里面去 但也有人这样说 菩萨母 摩尔夫人 菩萨母 已经得 如幻三昧利固 令父广大无量 他有三昧 可以让自己的度量 真的变很大 不要说是 这些菩萨住进来 一界三千大千四界 菩萨及天龙鬼神 皆得入出 不但众生住得进来 胎中还可以有 宫殿楼罐 仙庄园床座 玄珍翻盖 散花烧香 都可以在 摩尔夫人的肚子里面去表演 都融得下 为什么会要去做这些呢 因为都是菩萨 释迦 释迦佛 那时候是菩萨身份 皆是菩萨福得因缘所感 然后菩萨来下处之 就处在摩尔胎里面 那菩萨要进入母胎 也是用三昧利 下入母胎 上升多率天 那也是如此 所以上升多率天 下入母胎 都是要有三昧禅定的力量 那包括摩尔夫人 也有这样子 不可思议的三昧 如幻三昧利 这很好玩 非常有趣 再看回课本 所以五九二页的 这个导数第四行 这边 就说你看 成战谈功 语著菩萨 楚摩尔才 常说大声 做大佛事 等于后面这两句 常说大声 做大佛事 是在摩尔夫人的胎中 还在做这件事情 做佛事 说大声佛法 教化众生 然后出母胎以后 就表演 十方同死 各走七步 一样做狮子猴 出生了 这是圣应生的身相 身身身相 然后成佛 是在极灭道场 就是华严经的 极灭道场的 这个菩提座 金刚后心 就是等觉 等觉菩萨最后 这个金刚御心 断利品无名 全部断尽了 妙觉朗然 就成佛了 穷造法心 总治愿民 等等的 这是圣应生的 法身身相 其他下面 这个已经解释过了 现在看 五九三的第一行 这个小字 圣应 圣应两种 身身身相 不管圣应生 列应生 的生生 才出生 都是表演的是 脱胎出生 一个是脱 凡夫的摩耶夫人的胎 一个是脱那种 菩萨 摩耶夫人 也有三魅力 的这种圣胎 但是大小两机 所见不同而已 同样都是脱胎出生 但是看你是什么根器 你就看到了 这个摩耶夫人 是凡夫 然后赐家菩萨 他也是凡夫 那是小机 如果你看到的是大胜 那你是大机 所以大小两机 所见不同 故须真名 所以前面要花 这些文字说明 是因为是这样 并不是真的有 两种不同的脱胎出生 是因为 谁众生心 应所知量 看你的根器是什么 你就看到什么样子 的脱胎出生 以此类推 两种出家 两种成道 两种法身身相 一无不然 也是这样 最后这两句比较难懂 所以才会说 双锤两项 二始同始 所以这两句比较难懂 请看参考讲义 天台四教 于吉祝 他有这段话 赤卫三圣根性 愚钝无益 说顿教对他们没有帮助 所以佛呢 只好不动几场 而游入野院 就是法生还是不动 但是 开始视线这些迹象 教学 阿涵 在这种入野院 所以用的是 脱舍那真欲之福 卓 不是文六 藏六 这是错字 藏六必够之一 等于 放下这种 圆满报身佛的表现 用 藏六应身佛的事迹 所以这个是天台 四教于吉祝 简单的这样讲 那惠普福宏记呢 就把它写多一点 解释多一点 愚钝无益 就说这样的三圣人 对华言的讲座 不信不解 所以没办法 如来不动几场 而游入院 此显双垂两相 二死同时 吉祝呢 就用到这两句话 双垂两相 二死同时 记呢 他就在多加说明 如华言出现品说 一切二圣不闻此机 没有听到华言经 更不要说是受持华言经 又说 这有菩萨于无量结心 六波罗密 不闻此经 或闻而不信 不解 不顺不入 不明真实菩萨 这个应该是法华经 这个应该是我们法华经 我们读过 所以 凡是这样的话 就不是 不是这两部经 华言法华 大胜的根气 那接着讲 不动几场 而游入院者 如来神力不共 随机应现 不共就是独特的 也就是说呢 华言这边 极灭道场 说顿教之时 即是路也愿说 见教之时 这样叫做的 二始同时 说顿教的开始 即是说见教的开始 两者没有前后 所以说顿教是用报声 说见教是用硬声 垂向而说法 所以才叫做双垂两向 两向就是报声跟硬声 二始就是顿教 说顿教之时 说见教的开始 只是因为天台告诉我们说 五时 华言时 阿含时好像华言时 先开始 然后之后呢 才阿含时 而实际上 正在教 见教的阿含 路也愿说 见教的开始 华言那边 提时没有停下来 还是继续这样子 再教华言的顿教 并不是华言教完了 才开始教阿含 只是为了说法方便 只是为了说法方便 因为听不懂花言 只好佛能视线 讲阿含的建教 这样叫做双垂两向 二始同时 所以这个只有天台 才会特别这样的说法 好 那么再看回课本 593的第三行 他说经文讲的 然我时成佛以来 久远若失 就说明 本时不生 比天人阿修罗等 今始见此 二种 生法二生 所以这样叫做死生 本来不生 不得已 视线这个 所以好像开始有生 其实不然 本来无生 然我时成佛道 圣大久远 就如上面用的辟语 差成之辟语 善互过之 所以今日现生 非时生也 不是真的有生 或于既非时生 那干嘛要现生呢 所以就解释 经文就解释 但为方便教化 得伯过众众生 另入佛道 所以做如是说 说怎么样的说法 我少出家 得菩提耳 所以 这个是解释经文 现在就特别提出来 天台的讲法 于大圣经 但破裂印 生法二生 的生死非生 没有破 圣印生的 生法二生 所以你看 他圣印生的 法生 这生下是什么 极灭道场 说的是那个 这个 这个华言的那种 极灭道场 成佛的 所以他才说 于大圣经 没有破 圣印 生法二生 而现在 华华讲 成佛 圣九 不是 不是真的 极灭道场 那边才成佛 正破 圣印 法生 非从 极肠 死生 极灭道场 故于 于今 永逸 所以如果从 宗派 的 对比来说 这段话 摆明了 就是针对 华言 你们认为 华言的 法生 是本 在 如来 寿量品 来说 那个 那个还是 极 是 这一次的 释迦牟尼佛 四线的 基 只是 四线 是从 极灭道场 真正的本 是 无量无量 无边 结以前 所成就的 报生佛 所以这边才会说 正破 圣印 法生 不是从 极灭道场 才开始 故于 于今 永逸 那这时候呢 所四线的 这种 基 这种 这种 生呢 就要说法 接着看 诸善男子 如来 所言经典 皆为 度脱众生 或说 己生 或说 他生 或是己生 或是他生 或是己事 或是他事 诸所言说 结实不虚 虽然 视线的 最后这两句 最重要 诸所言说 结实不虚 不是用骗的 所谓的 方便 说法 不是假话 是因为你的程度 不够只能说到这里而已 不能够说得太明白 不能说得太深 所以开始解释 所言的经典 骗子 一旦 释迦牟尼佛一生 所讲的 天台所判的 五十八教 用五位 那其实就是五十八教 五位 我们看 五位 参考讲义 反正时间快到了 就把这个解释完 也就是说 这是 涅槃经用到的 乳位 若位 生疏 手疏 提胡位 乳位是华颜时 若位是阿含时 生疏是方等时 手疏是般若时 提胡位是法华时 那诸经论呢 常常用这个来批语 人或是法 人的根基 或是教法的差别次第 出处就是 北板涅槃经 卷时 第一个讲人 生文像生乳 圆觉向洛 菩萨向生疏 手疏 诸佛四尊 犹如提胡 这是用来批语做人 用来批语做教法 一样 涅槃经 只播呢 十四卷 在圣行品里面 譬如 从牛出乳 从乳出洛 从洛出生疏 从生疏出手疏 从手疏出提胡 提胡最上 若有福者 重病皆处 所有诸药 吸入其中 三男子佛 一如是 从佛出生十二部经 从十二部经 出修多罗 从修多罗 出方等经 从方等经 出波罗波罗密 从波罗波罗密 出大涅槃 所以涅槃经里面 其实是把这个大涅槃 譬喻成提胡 那只是天台中呢 就把它呢 用出来变成 讲的是 法华涅槃石 不只是涅槃 法华也是 言提胡者 譬如佛信 佛信者 即是如来 所以这段经文 从流诵开始 会观法师 流球 这个是流球 萧綦是朝代的名字 这个是念球 流球 都用来譬喻佛陀一代 说法的次第 所以到了天台智者大师 就把它引用下来 所以后来的人 都只知道天台智者大师 用这个来譬喻五十 实际上从以前就有了 所以天台用五味配五十 就如同五十教的逐渐产生 这样叫做约教相生 不是相生 相生 从这边一直往下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下来 约教相生 然后五味是有浓淡 譬喻根基之利盾 在约基浓淡 所以一样有教法 有仁跟器 都可以 但通常我们比较 在天台里面用到的是约教 从教法来说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五味 但是呢 这个课本回到593 他说 所演的经典 骗子一代 五味八教 皆为杜托众生 总是顿见 显密定与不定 就是话仪式教 顿教 见教 秘密教 显教 或者是定不定教 无非应并于要 令得度托也 都为了要度托众生 那至于这个 说己生做他生 这个我们下礼拜再继续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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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